大家好,今天是8月28日,星期三 今日的大市有些有回调,所以变成上升的板壁只有很少 那麼少之中,哪些升得最多呢? 含冷的升到很多細矮,綜合企業、零售、紙、放縮食品等等 綜合企業也很細矮,其次有些零售,零售也很細矮 對大市影響不多,紙角林業也是對大市的波動影響不多 其他更加是基金等等 服裝和服飾方面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都是這些很細小的東西 除了體育用品股比較好一點之外 好了,接著我們去看看各個板塊方面 除了安踏體育是升了之外 其他都是比較好做的,一片綠的 大市方面,去到保利加通道頂上有些阻力下來了 當然,希望不要它再下太多 只要在這裏面上有些阻力下來了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,這樣就很不錯 都沒法指的了 是要等的了 始終去到這裏 是一定有一些阻力的 一定有一些阻力的 179到182之間 要升破了才能夠好世界 各位看看 接下來我們可以有什麼股票留意呢? 第一次留意華電國際電力 一次 我再進去 。